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民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国民贵涉嫌欺诈在纽约被捕 直谷银行倒闭冲击中国创投公司 政查无人机聚毁致美俄冲突升温 党媒再涉密,他用一句话形容新领导班子 杨子瓶获奥斯卡,胡锡进叫中国崛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 在15号上午在纽约被捕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 当日解密一份大陪审团的起诉书 指控郭文贵和他的财务顾问于建明 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等12项罪名 余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 案件源于被告等人涉嫌向几十万 郭文贵的在线追随者提供虚假评述 吸引他们对各种实体和项目进行投资 据称,郭文贵和余建明在阴谋过程中 挪用了几亿美元的欺诈性资金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武斯同时宣布 在去年9月至今年3月期间 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扣押约6.34亿美元 这6.34亿美元是郭文贵涉嫌欺诈的收益 政府尋求没收这笔巨款 执法部门还扣押了郭文贵涉嫌使用欺诈 所得救买的资产,包括一架林保坚尼 余建明目前在图 郭文贵在过堂当日身穿黑衣黑库上庭 没有认罪,法官下令将他还押后审 郭文贵并没有带手扣 他离开法庭时向观众双手合拾 而代表国的联邦公切辩护律师吉瓦就说 他们将提出很强的保释计划 他下一次出庭时间是4月4日 郭文贵的女郭美在爸爸的社交平台 Getter at Mouse Squall上话 接到父亲电话,他今天回不了去 但请关心他的人放心 以及要谨记所有的事都不好停 该做什么做什么 威廉·武斯说 郭文贵主导一个复杂的阴谋活动 从他的几千名在线追随者中 骗取越10亿美元 郭被指控用脸来的钱财 为自己和近亲购买一栋5万平方英尺的豪宅 一架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 甚至两个3万6千美元的床舰 以及资助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 据称国对他的受害者承诺 若果他们投资或向GTV 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G-俱乐部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和喜马拉雅交易所提供资金 他们会获得巨大回报 郭还被指控清洗几亿被导资金 和掩盖阴谋并继续欺诈活动 威廉·武斯说 他的办公室将联同其他执法同僚尽尽他们所能 保护社区免受有害诈骗计划的破坏性后果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郭同余的受害人 他的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 会帮助那些受这种恶意欺诈伤害的人 FBI助理局长德里斯·科尔说 今天的起诉书声称 被告是欺诈几千人超过10亿美元的幕后黑手 欺诈性投资骗局令无辜者成为受害者 最终损害公众对金融系统完整性的信心 联邦调查局继续将调查复杂的金融犯罪作为种中之众 任何试图实施这些罪行的人都将面临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果 根据起诉书信息 郭文贵自2015年以来长居美国 并在网上获得大量追随者 在2018年起,他成立了两个非盈利组织 也就是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 从而聚集到追随者 这些追随者也倾向于相信郭文贵有关投资 和赚钱机会的声明 直谷银行倒闭冲击中国创投公司 美国直谷银行倒闭成了中国创投公司的恶梦 演变成灭绝级事件 将令该行业倒闭10年获更长时间 英国BBC中文在15日报道 在3月8日,直谷银行以亏损18亿美元代价 出售手头上绝大部分债券价值210亿美元 同时,直谷银行还试图通过 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等股权融资方式 募集22亿5000万美元资金以补充现金 这个举动反而加剧储户的紧张情绪 制对更加激烈 在10日,直谷银行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从被制对到倒闭不够48个小时 这些客户中有不少是中国企业 比如中国的白制神州,在鼎医药 腾胜博药,昆博医疗,云顶申耀 浮博集团,回量科技,盛诺医药,诺亚控股等等 其中在港股上市的公司至少有13间 美国著名创业枯发器Y Combinator首席执行官陈嘉兴 向美国政府发出紧急请愿书 当中透露,该机构旗下三分一 约一千多个创业公司所有的钱都在直谷银行 他们接下来30天内无法获得支付工资的现金 根据这个衡量标准 总体上将有一万多家小型企业和初创公司受影响 并将导致裁员10万多人 另外,比较特别受影响的是普法直谷银行 这间银行由中国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美国直谷银行 在2012年合资成立,各占股50% 目标服务中国的科技营中小企业 这间银行是融合直谷银行的创新模式和中国的创投资源 直谷银行爆雷后 在11日上午普发直谷银行紧急公告澄清事件 过去20年,互联网、科技企业和之后的生物医疗风起云涌 后面风险投资公司的推波座栏 成就了直谷,也成就中国的相关产业 据美国财富集资统计,直谷银行是约50%初创公司的首选金融机构 近年为过千支私募股权和风投基金提供资产托管服务 这个对初创企业来说是灭绝级事件 将令初创企业和创新倒退10年或更长时间 偵查无人机坠毁至美俄冲突升温 发生社报道,俄罗斯苏-27战机14日被指控在黑海上空 冲击武武装的美军MQ-9死神无人偵察机罗船长 造成该无人机损毁罪海 华府批评俄方行径不安全亦不专业,难辞其咎 只会令莫斯科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俄罗斯就否认撞击该无人机导致坠毁 俄国国防部在14日声明说 该空域已事先公布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空域 俄国战机是侦测到入侵者 紧急升空前往确认来者身份 并未同该架无人机接触,也未动用武器 该架MQ-9无人机在一次急剧动作后失控 失去高度墮海 美国国防部就说 这架无人机在执行例行任务时 被俄方两架SU-27战机以老妄 有害环境而且不专业的方式拦截 当中一架在早上7点3分和无人机相撞 在相撞前 两架俄机几次在无人机上傾倒燃料 并做出在无人机前飞行的不安全动作 警告这类挑衅行为可能导致误判和意外升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和记者说 国务院已召唤俄国大使表达抗议 美国大使亦已向俄罗斯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 他说这件事显然违反国际法 俄罗斯新闻社就说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洛夫 在被美国国务院召见后话 我们视这件事件为挑衅行为 他说俄罗斯不希望和美国冲突 但美国飞机不应迫近俄国边境 收集情报给机库用来攻击俄军和俄国领土 美国运用MQ-9死神无人偵察机作为偵察和打击用 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海上空作业 留意俄国海军部队动向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后来说 对于俄方的否认 我们绝对要加以搏斥 虽然俄罗斯在相关区域的拦截行动并不罕见 但造成飞机聚位都是头一次 美联社报道针对该事件 美俄说法相互矛盾而且互相指责 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提出一个可能性 也就是五角大楼最终可以解密并公开手上两架机箱撞的影片 与此同时 也引发俄国可能拿到美国敏感技术的疑虑 党媒在泄物 他用一句话形容新领导班子 中共二十大后 新华社随即发文说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主动要求退下来 并赞预他们的高峰亮节 如今中共两会闭幕 新华社在发文说 两会缓界人士酝酿过程中 有党和国家领导主动表示退位 再次以风高亮节形容 但具有风高亮节的领导 被指都是习家军以外的人 新华社13号看出长文 揭示官方对这次两会缓界的人事决策过程 说二十大闭幕后 中央对新一届中共国家机关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 产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 听取意见 又披露 提名人选除年龄 要求在1955年1月1日之后出生外 还包括政治关 连结关 形象关等政治标准 又特别指出 所谓的政治关 是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文章还说 在人事酝酿和征求意见那时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主动表示从领导纲位上退下来 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 表现出宽阔空怀和高峰亮节 对此 网上有不少评论认为 虽然新华社民中提出大量筛选条件 但换界结果却是习家班全面上位 看来展现宽厚空怀主动退位的都不是习家班 时评人岳山认为中共政治一贯黑箱操作 根本没什么主动退出 都是他话事 这个实际上也是激烈的权力斗争 北京政治评论员海波说 今届政府是一个平庸的寡头集团 又说在2022年秋天 中共二十大和今年春天的中共两会 正式确立了中国独裁时代的到来 杨子瓶获奥斯卡 胡锡进叫中国崛起 在香港出道的马来西亚影声杨子瓶 获得今年的奥斯卡影后 成为获这个殊榮的亚洲第一人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篇 胡锡进发文祝贺时代谈中国在这里崛起 被网民嘲讽 胡锡进在祝贺杨子瓶获奖的微博铁文中说 中国在这里崛起 亚洲在这里崛起 华裔和亚裔人士一定会在世界受到更多关注 还有尊重和复杂的对待 又说世界各地有中国血脈和文化文明基因的人 无论你今天在哪里 早上是哪个国家的华人 有网民就回应说 首先恭喜杨子瓶 其次他不是中国人 不要为自己贴金 还有网民留言说 老胡既然这么推崇 那出电影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也有网民在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回应胡锡进 说感谢上帝 杨子瓶的祖先在1949年后逃离共产主义中国 时评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表示 当年他们的祖辈逃难 逃离这块土地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容易理解 他们如果不是逃离这块土地 哪有那么多优秀的华人 杨子瓶在发表获奖錦然时 感谢香港电影业的培养 港府民体局局长杨潤雄恭贺他时说 这个彰显香港演员和香港电影圈的实力 不过亲北京的明报亦评论 彰显实力的说法 实际比人感觉更多是过去式 资深传媒人李锦雄就说 香港电影业要的是自由空间 只要政府不干预就好好了 电影业之前的成功 并不是靠政策而来 可惜现在很多东西都不可以说 怕着踩过街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与动态影像研究中心 主任吴国坤副教授也认为 自由空间更有利 曾被誉为东方荷里活的香港电影业发展 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是因为当时人才被香港的创意 自由多元化和灵活变通的环境吸引而汇聚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再见